想知道摩登舞也可以像拉丁舞一样 拥有灵活的身体动作吗? 那就不要错过今天的影片哦! 各位Dance Passion 舞动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Selena老师 欢迎来到国标小学堂的技术篇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谁说摩登舞没有灵活的身体运作 那很多人都以为在跳摩登舞 只要维持直直的身体形状 然后整根这样一来一去就好了 其实不是的 当你摩登舞学习到相当的程度之后 我们就要追求更多更多的身体运作 所以今天就是要为大家介绍 摩登舞有哪些部分 我们可以区分出来做不一样的身体运作 那首先要介绍身体运作之前 先为大家介绍两种在摩登舞里面 常常使用的身体运作 那首先第一个是节拍式的身体运作 就是我们的使用是这样子摆档的 好像在上面画一个抛物线的形状 所以你会发现我钟摆的方式是从下 然后经过上面一个半呼吸 然后到上 就是我们英文所谓的matronomic 那就是节拍式 那第二种使用的方式 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就比较多人知道的 Pandulin它就是摆档 有点像我们挂中挂着 然后从下代上 也有一些人用Swing这种方式去讲 那两个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当我们在做身体运作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Pandulin 就是钟摆的这种摆档的使用 这个方式这个名称来称呼它 那指的就是从一个高点经过下方 然后再档到另外一个高点 好了解这两种身体运用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切分成三个等块 就是我们的脚我们的腿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肋骨 就是Ripper Catch这个地方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头型的这个部分 那先为大家介绍下盘就是脚的使用 那脚的使用 主要大概就是可以区分为下降跟上升 那我们在下降的时候 通常使用的就是Pandulin的身体运用 因为你会从下到上 然后从低点在档上来高点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有用到下降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到Pandulin的这个身体使用 那另外一种就是高点到低点 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PP 我们会伸起来画一个半弧 所以你脚使用的轨迹 你会透过脚掌颠 然后伸画一个半圆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2到3 华尔茨Swing里面 然后再增加一个Sway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会是有一个抛上去 这种像彩虹一样的Metronomic的使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腿的身体使用动作 然后下一个大家就是比较常忽略的 其实除了腿还有头之外 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很长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肋骨 就是Rip Catch这一段 那它一样哦 它也可以使用我们的Swing 就是所谓的Pandulin 然后或者是Metronomic 比方说我们刚刚解释到下降的部分的时候 第一你在这里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升起来 也就是从低到高这种白档的使用 所以当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呢 请不要忽略我们还有中边这一段 很多同学就是只有脚在跳 比方说1,2,3 只是把他的脚踮得很高 而忽略的实时 我们中间这一块就是肋骨的地方 1,2,如果你可以2,3 再帮忙撑一下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的身体展度一定会更大 而且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 等一下会帮大家介绍不同形状 也就是不同方式的使用 这个时候你的舞蹈身形的变化性 就会繁固很多 看起来就是会漂亮很多 所以除了我们从下到上的Pandulin 这个动作 刚刚还有说嘛 还有一个钟摆式的从上到下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PP的位置 我们从这里要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如果我是男士舞者 我的右边的肋骨我会淡高 然后才坠落下去 那当然左边虽然是比较低C 不要垮掉还是要保持平衡 但是你会发现我除了脚 再伸 我的身体 也会有一个钟摆式的倾斜幅度 这样看起来呢 我的身体就比较不会那么直 然后身体的灵活性都会大很多 当然你会发现 我当我的身体使用 其实真的都比较inside 因为它还是要维持你的垂直 然后你硬硬的一根很像one piece的形状 但是同学一定要切记 在one piece里面 如果我们可以加上一些 这种灵活的身体动作 相信大家看影片看到优秀的舞者 这样跳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喜欢 所以还是希望同学可以去追求 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头型 那基本上我们的头因为长在上面 所以它通常只能用这种metronomic的使用 不管是男士舞仔还是女士舞者 我们不太会有下道上的使用 只有就是最近一些比较流行 或者是比较变化的步子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客服进来 然后在metronomic伸出去 大概只有像这种步子会有一点点比较特殊的 有一点点客服下降趋进来的那种头型 不然我们的头型基本上在头的这个部分 大概就只有一种选择 就是metronomic就是钟摆式 因为你只会这样子 不管你是这样 就算你今天是下降 你的头还是都是在上面做钟摆式的摆让 所以大概头就是不太有第二种选择 它就是钟摆 可是你还是要去想 就是你的头要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彩虹 因为我们跳舞都是这样 你一开始还不是很习惯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你的思想去控制你的身体 你有想身体动作就会加大 好 那么现在大家已经了解这三种运用之后 你就会想说 老师那我是都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这个地方要怎么使用呢 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很常见的步子 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一定都没有像我刚刚 等一下要说的这样子解释去做 我等一下为大家介绍的步子是 Train Lock to Right 然后女士舞者的动作 首先就先为大家示范 通常我们都是接在一个Overtime的Spintime 结束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Train Lock 正正的1 on 2 3 那因为这个步子呢 本身在换位跟转度上面就有相当的难度 所以大部分的同学在跳这个步子 就是已经能跳过去就觉得已经很奥弥陀佛 所以他可能没办法想到那么多身形 他就是我要对着我的相对位置 然后我要打开去批批 然后大概就结束这个五步可以思考的技术性 但是我希望大家如果在相对位置都已经维持得不错之后 你当然就是要再进阶的去推广 或者是增大你的身体动作 那我们把刚刚那三个元素拿出来 用我们这三个这个步子 尤其是1 and 2 这前三步的时候 我们的下盘我们的肋骨我们的头 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我们先从下盘讲起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一个cushion下去 1 and 2的时候 他才摆档起来 然后转动到PP的位置 所以在脚的前两部分 他就是先做钟摆式下面的摆档 就是pandolin pandolin 然后这里才一个metronomical的 节拍式的摆档 从上到下的摆档 这是我们腿的部分 这个大概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问题 好那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肋骨 这个大概就很多同学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步子里面大家都知道 初阶舞者 他可能就是维持正正的 也就是始位是有点向右 那么高阶舞者的时候 我们始位是要向左 也就是说我们在右转的时候 我们女生的头型 会故意是把它往左前行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肋骨 就是会往左边做一个什么 metronomic的摆档 就是上面到下面的彩虹摆档 所以1 然后加的时候 因为你夹脚 有没有看到我的身体 其实就会有一点怎么样 摆档回来 就是pandolin回来 然后2到3的时候 就是第二步到第三步 choo的那个拍子的时候 你的左边的肋骨要提高 把自己摆去pp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同学会最容易忽略 也大概不会做 但是你去观察那个很厉害的高阶舞者的时候 他们铁定都有这样子身体的律动 所以再为大家解释 第1下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增它 增加我们死位向左的头型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metronomic 就是节拍式的摆档 向左这样子 然后第2下的时候 因为我们夹脚 而且也避免你一直向左 像这个步子很多同学 就是会摘下去那种 倾斜过度的那种问题 那就是因为你第2步的时候 你的肋骨没有弹回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metronomic之后 你要pandolin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是荡回来 然后第3步的时候呢 我们才又再做一个metronomic 把你的左边蛋糕加转动 然后再带出去pp 同学你会发现当我这样子做之后 不只是平衡也提高了我的身形运作 所以我把脚加湿肋骨做一次 3 1 加2 3 你就会发现我的身形大很多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介绍到第二点 那第三点就是头型 头型 其实也是同学 大概都比较有在做的地方 就是他要往外做metronomic 也就是上面的节拍式的摆档 所以你的头要往外拉 所以第一个1的时候 往这边 1 然后加的时候继续往这边 所以第二步的时候就很重要 我们的肋骨其实是回来的 肋骨是回来 但是我们的头型是出去的 大部分的同学就是会在这边不对 因为头型大家都比较好注意 你就会看到 老师那个高阶舞者 我看他们都一直给他这样摘出去 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不会跌倒 他们还是很平衡 秘诀就在这里 就是当你在摘出去 但不是真的跌倒 你的肋骨在第一下抛完向左 头跟肋骨都是向这个方向 做节拍式的摆档没问题 但是当我的头继续往这边 做节拍式的摆档的时候 其实我的肋骨是一定怎么样 有桥回来 所以我就不会倒掉 那3的时候 当然就是下面上面中间 都长一样是一个这样子 上面到下面metronomic 可视的摆档 这个就无庸置疑 所以最容易错的地方就是那个 1 in 1能第二下的时候 我们的脚虽然是摆档 但是我们的上半身 我们一定要挡回来了 然后我们头型还保持在外面 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身体动作 主人会让大家看起来 就是比较有一些灵活的身体运作 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复杂 然后比较有变化的身形之外 最大的重点 其实你们的平衡度也会变好 因为很多同学 大家就只注意脚 只注意头 其实都没有注意我们最重要身体 最长的是核心的部分 就是中段的使用 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头型 在往外的时候 我们的身形 其实不是 所以我们再示范一次 整个搭配起来 下盘是摆档 1但是我的上面 第二段跟第三段都是往外 好下盘继续摆档 但是我的肋骨 其实就挣回来头型继续往外 然后2到3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节拍式的摆档 把自己摆回来 好连续再为大家示范一次 1 2 3 1 2 3 所以你就会看到我的 尤其是2到3的时候 我的下盘在使用 我的头型虽然是往外抛 但是我的肋骨是往内卷的 那希望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三种 三段式的身体的两种使用方式之后 你可以回去思考 在你的五步里面 你的脚 你的身 你的头 它是怎么组合的 那相信呢 你就会爆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你就会找到很多你的五步里面 原来我这边会倒掉 可能就是我的肋骨 没有倾斜或者是摆起来 或者是我加了这个头型 加了肋骨 加了这个脚之后 我的形状变得好看很多 所以今天只是先提供大家一个 其实的灵感的感觉 希望你们可以回去套用到你们所有的步子里面 相信你们五步里面 身体的灵活度一定会增加很多 然后你的平衡度也会好很多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我们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在请在我们下方的留言 给我们一些回馈 你可以按有赞 或者是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拜拜